孟秋云一笑有两个酒窝 一个倾国 一个倾城 苍州城孟园外家有女名幻孟秋云 十八岁石苍州显名 最善女工 虽终日白沙抚面 见其面目者寥寥 但全城人都在传说中领略过她的美 是苍州拔尖的女娇娥 有女如此 加上孟园外生意做得很大 每日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 追求者中不乏家是底蕴深厚者 无一例外 全都是当地一时之选 比如白家不装大公子白鱼 再比如十几岁便已经文明在外的 李家二公子李关羽 如此阵仗 自然惹人非议 言谈之中多有疑惑 一个少女有如此魅力 怕是被人架起来吹的吧 孟家不做解释 可凡是真正见过孟秋云者 必定会对此言感觉滑稽 世间之美 岂是凡夫俗子能够揣夺 孟家娇女 完全单得起别人赞美 面对络绎不绝 登门的媒婆 耳朵里听着媒婆们的苦苦相劝 乃和孟秋云不为所动 她很骄傲 事实上她也有骄傲的资本 姑娘善女工 一读书 向往爱情 更渴望的与良人 她一直鄙视那些 见到男人就拼命绽放的女人 她觉得 女人真正的骄傲矜持 是只能为一个男人盛开 这是原则 亦是牢笼 于是 孟秋云被禁锢在了自己的原则之中 成为了骄傲的囚徒 登门的媒婆们走马灯般变换 然而多是杀鱼而归 孟秋云21岁尚未出嫁 别有用心者 开始传出闲话 言语之间多有不堪 孟园外夫妇疼女儿 却被闲话搅得心烦 苦苦相劝 任你貌比天仙 任你心比天高 既是姑娘 便要嫁人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岂能任性互为 孟夫人将是温柔 对女儿不认斥责 拉着女儿的手揉声相劝 秋云之心 娘权之小 然而岁月不等人 看秋云年岁渐长 娘心无比焦虑 你能明白娘的意思吗 另外 娘且问你 你究竟要找和等样的人 方才肯嫁 孟秋云长这么大 从不曾为情所困 然而要让她说出什么样的男人才肯嫁 她却又说不出 因为她从来不曾动过心 自然无法生出比较 娘之温柔 世间仅见 娘之美貌 世间仅有 在孟秋云心中 自己不及娘之美貌 一二 见娘愁容满面 她心中十分愧疚 轻声安慰娘亲道 娘 秋云只是不想太早离开娘和爹 哪里会一直不嫁呢 将是苦笑 横了女儿一眼后叹气 娘知道你心比天高 只知道宽慰娘亲 那些男人只是不入你的眼罢了 娘且告诉你 世间之事 唯情之一字最为霸道 不管你心中想得如何 带到你动心那一个 是不会管对方丑俊 更不会管对方家事如何 娘是过来人 你相信娘吗 如果相信 就听娘一声劝 不管你多么看不住眼 只要你沉下心去 就会发现对方之好 孟秋云轻轻摇头 将是失望而归 她则望着外面自己养的那只贺忐忑 娘和爹皆心疼自己 娘如此柔声相劝 自己使她失望而归 后面必定便是爹急风骤雨般的训斥 果然不出她所料 片刻后 孟元外因沉着脸儿来 张嘴欲训斥时 孟秋云却抢先说道 爹正值江南好风景 云儿想去游玩一番 游玩归来 一切听从爹的安排 孟元外听话大喜 她知道这是女儿做出了最大让步 所以答应下来 不过女儿出此远门 孟元外自然不会放心 她想派几人跟随 孟秋云不答应 两相商议后 妇女二人可退一步 孟秋云不是一个人外出游玩 她须带着小婢女夏河去 孟秋云欣然应允 数天后 孟秋云带着夏河出发去江南游玩 那只白鹤是必定要带的 那是她从小养大 感情极深 为保险起见 两人皆坐男装打扮 但孟秋云并不知道 爹还是暗中派了人跟着他们 只不过是远远跟着 他和夏河都不知道罢了 江南好风光 且离开了家后 耳边少了爹娘的唠叨 孟秋云心情大好 整日留恋于美景之中 她甚至想着 假如以后能永远如此 也不错 省得嫁人太过麻烦 这一日 她一身白衣 站立于西湖畔的望湖楼 此楼高雅 临护而见 急目远眺 让人心生万般豪气 夏河则带着白鹤 在楼下的树边坐着 树下的白鹤昂首向天 似乎同孟秋云一样有着万般骄傲 就算是穿着男装 孟秋云也如同鹤立鸡群 她太过俊俏 让人望之震惊 楼上路过之人 皆会打亮几眼 并暗中议论 不知道火是从何而起 木制的望湖楼 竟燃起熊熊大火 人们四散奔逃 楼上的孟秋云惊慌之中 被人挤下楼 跌进了湖水之中 虽然这难装 然而她却不会游泳 加上惊慌之下 有不少人从楼上跃进湖里 人们手忙脚乱滑水 谁又能顾得上几次浮沉的孟秋云 她万万没想到 竟会遭此厄运 人在湖中沉浮几次 已经喝了几口水 意识也开始模糊 我命休矣 孟秋云心中哀叹之时 一只沉稳有力之手抓住了她 她转头看 上没看清是何人 便被此人绕到后面 还腰抱住 她羞怯难当 却又无法挣脱 任由着此人 将她带到了湖水对面 到了岸边 此人将她置于岸边 又纵身出湖 救出五名落水者 直到金皮力尽 孟秋云此时已经从惊慌之中 回过神来 望着躺在地上喘着气的她 这人眉如大剑 睁眼间 两只铜人如身不见底的湖水 竟让她没来由地生出慌乱 这种慌乱使她忘却了 湖水对面的赫赫下河 只是面红耳赤地发呆 望着湖中人尽数得救 大火也被扑灭 这人解开一个包袱 拿出琴来放声高歌 歌声浑圆嘹亮 西湖之盼 她就这么突兀出现了 这是她年轻 最为意气风发时 携琴而行 与孟秋云在西湖之中偶遇 此时夕阳闲山 她抚琴高歌 竟有万般的潇洒 尽管只是青山不一 然而却洁净如心 孟秋云的两手 开始微微颤抖 此人唱完便转头望着两手 仍在微微颤抖的孟秋云 胸台请了 在下礼制前 大名府人 区区湖水 胸台何必如此恐惧 哈哈 孟秋云的矜持和骄傲 在这一刻尽数崩溃 无数男人艰难入眼 唯有此人 竟让本以为心如磐石的 孟秋云不能自持 她认为 娘说的话实在太对 情之一是 如此霸道 她慌乱的心如同路撞 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小夏河带着贺从远处奔来 由于害怕 她的脸色苍白 不过小后面的姐 却被孟秋云给瞪了回去 不知所措在原地站住 不明白小姐是什么意思 孟秋云起身 牵着贺走向李之前 李之前抬头看的 清亮的眼神里满是不解 胸台 就人乃举手之劳 你可以走了 孟秋云奄然一笑 在夏苍州孟秋云 江南好风景 愿和李兄同游 你看如何 李之前看着她的笑发呆 惹得下河不喜 如此看着小姐 真是岂有此理 李之前挠头自语 世间竟有孟兄 如此漂亮之人 真是让之前开了眼 同有有何不可 孟秋云扑吃乐了 就是在李之前身边坐下 和欢快在两人身边 跑来跑去 哪里有什么骄傲矜持 夏河一双眼睛瞪得好大 嘴里喃喃自语 小公子 终究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西湖边多了三个 共同游历之人 白天游玩 晚上住店 孟秋云坐在窗前 时而发呆不语 时而展颜发笑 夏河拍打窗户 嘴里雾字交贺 岂有此理 你这只母猫在此叫春 真是凡煞人也 小心被公猫占了便宜 孟秋云的沉思被打断 她惊讶望向窗外 面带疑惑看向夏河 你个妮子叫喊个什么劲 哪里有什么母猫叫春 你 岂有此理 夏河 你究竟是在训猫还是有所指 孟秋云在家中时没有小姐家子 特别是对夏河 两人自小一起长大 名为主仆 情同姐妹 夏河岂能看不出孟秋云所想 故会如此骂猫 孟秋云冰雪聪明 眨眼间便反应过来 但她不会因此而恼恨夏河 便在此时 门突然被推开 李志前带酒而来 放在桌上后 对孟秋云招手 孟兄 今晚咱们不醉不休 之前还要和孟兄同席而卧 彻夜交谈 你 下和气的鼻涕泡差点冒出来 小姐何等尊贵 岂能容忍别人如此梦了 孟秋云苦笑 李志前竟无法看出她的女儿身 她带酒而来 口中所说也是性情所致 既把自己当成了男人 又有何唐突而言 看下和两眼袁征 李志前一脸惊讶 你这小姑娘 虽然你是孟兄侍女 然你为女 我们为男 你一个姑娘 跟我们同处一世 实在不妥 实在不妥 说吧 她竟推下和出门 下和急得直跺脚时 孟秋云却轻轻点头 让她且去李志前的房间 无奈地下和去了隔壁 却支着耳朵听动静 李志前将久道出 和孟秋云痛言 孟秋云得知 李志前家境贫寒 不日便在进京赶考 孟兄 孟兄了 小弟又年而孤 兴得母亲日日纺织到五更 方才把志前养大 她想看着志前登科 然而苦命 前年一场大病而去 三年孝满 志前思念她老人家 孟兄了 李志前拉着孟秋云的手 嚎啕大哭 她想抽手又不忍 只能补助安慰 孟兄了 你的手柔弱无骨 倒像是我娘的手 可惜你是个男人 李志前饮酒太多 醉倒在桌旁 孟秋云思量再三 将她挪到床边 自己也合一而我 如此接连七日 两人同屋而眠 白天则一同出游 西湖风月亭中 李志前俯行高歌 孟秋云含笑作陪 二人游遍江南 孟秋云每日都在忐忑 也为她知道 分别终会到来 到那个时候 自己该怎么办 不如就如实相告吧 三人围坐桌边 孟秋云让夏河 代河去游玩 自己有话 要跟李志前说 李志前好奇地看着她 不明白 她为何要只走夏河 登科 真的那么重要吗 孟秋云问 李志前 眼神慢慢变得坚毅 最终点头年少之时 我答应过母亲 这也是母亲的愿望 不登科 终不甘 孟秋云轻声叹息摇头 登科如何 又能怎样 还不是过完一生 有现在潇洒吗 李志前失笑 孟兄所言也有道理 似孟兄这样 的确是潇洒非凡 那为何还一定要去考 李志前沉默了一阵后说 人个有志 孟兄究竟是怎么了 你且回头 李志前不解转过头去 等孟秋云让她再转回来时 她呆呆看着将头发散开的孟秋云 又想到她柔弱无骨的手 再想想 平时自己总是嫌弃 她身上有股似有似无的胭脂气味 看着她猛睁大的双眼 孟秋云缓缓点头 没错 我是女儿身 李志前惊得站起 人家是女儿身 可笑自己竟然十来天没有发觉 而且还甜不知识 跟人家同床酣睡 这可如何是好 孟兄 孟小姐 之前并不知晓小姐是女儿身 故会放浪唐突 之前 你可曾婚配 孟秋云不带她说完 便打断了她 见她呆呆摇头便又说道 你未娶 我未嫁 且你并不知道我是女儿身 谈何唐突 你愿意随我去苍州吗 李志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却久久不回答 孟秋云知道她是在登科 所以轻声问道 多久 她两手微微颤抖 沙哑着嗓子说道 三年一曲 循环往复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中 孟秋云艳然一笑 贺送你 我等 但你需要跟我去一趟苍州 李志前点头同意 孟秋云的意思她明白 是要她去苍州见孟家父母 只是她心中充满忐忑 自己一介贫寒书生 孟秋云家境那么好 人家能同意吗 三人一路同行到了苍州 孟园外家里已经翻天 也为望胡楼失火 那帮被孟园外派去 跟着孟秋云的人在远处 等到他们赶到 已经失去了孟秋云的踪影 他们苦苦寻找无果 只好返回苍州 孟园外得闻消息暴跳如雷 将是当场晕死 醒来后便重病缠身 女儿外出游玩 却无端消失 加上是因为失火而消失 众人都觉得孟秋云凶多吉少 绝望之际 孟秋云竟平安归来 孟园外高兴地忘了行 将是知病马上痊愈 拉着女儿的手部松开 仿佛一松开 女儿便会再次消失一样 然而 跟着女儿的这个书生又是谁 面对爹娘疑惑的目光 孟秋云说出了心中所想 李志钱在湖中救了她 她要以身相许 孟园外和江氏都惊呆了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女儿是何等样的心却 多少世家公子 多少富贵少年 她都不为所动 眼前这个李志钱 衣着普通 样貌普通 女儿岂能嫁给此人 孟园外极力反对 江氏苦苦相劝 奈何孟秋云不为所动 任由爹口水说干 任由娘眼泪流干 她出心不改 非李志钱不嫁 孟园外恼羞成怒 甚至放出话去 如果孟秋云要嫁李志钱 那便要搬出孟家 并且从此不能再回来 孟园外的意思很清楚 如果孟秋云执意要嫁 便要跟她断绝妇女关系 孟秋云间谍的态度如此坚决 她面无表情 转身就走 次日 她送走了李志钱 让她进京港口 望着李志钱带河走远 她则转身回了家 孟园外和江氏一位女儿妥协了 她送贺给李志钱 只是为了留下最好的念想 无所谓 只要她不嫁给李志钱 送贺无所谓 送钱也不搭尽 夫妻二人连夜商议 为防止夜长梦多 他们明日便开始为女儿责去 望着丈夫 江氏叹了口气 丘云对李志钱动情 此情难了 她虽然将人送走 可她就算是嫁了人 此生也不会快乐 孟园外因沉着脸摇头 一无所有 还想娶丘云 什么一定要登科 考着千千万 又有几人登科 丘云这是向火坑里跳 如此关键时刻 我们不拉她谁拉她 江氏重重叹气 她心疼女儿 也理解丈夫 但是 他们夫妻二人以为孟秋云已经妥协 事实上 他们严重低估了女儿的决心 次日 起床后的江氏在家里没有找到孟秋云 中午时 孟园外派的人也没有找到孟秋云 夫妻二人开始慌乱 发动人满苍州寻找 但孟秋云如同消失了一般 再没有出现 孟园外和江氏悔恨一场 他们明白了 女儿送李志乾走时 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她绝不是后面追着李志乾去了京城 因为李志乾要应事 她不会让李志乾分信 那么 她便是藏了起来 并且抱着再不回家的心思藏了起来 此时 孟园外和江氏后悔的无以复加 他们觉得应该同意女儿所说 那样就不会发生如此惨剧 可是 现在已经晚了 夫妻二人每日以泪洗面 此事在苍州传开 由于两人是在江南西湖结石 自然也传到了那边 世人皆感叹 苍州娇女孟秋云 竟为了一个书生李志乾放弃了所有 这让世人唏嘘不止 羡慕不已 九四茶楼 人们都在说着这段 因为起火而引出的爱情 对李志乾和孟秋云好奇不已 然而 李志乾一入京便没了阴信 孟秋云也已经消失不知所踪 六年之后 西湖边望湖楼 望湖楼中有人在讲书 楼外有间小亭子 楼中文士姚善 讲个不休 亭中有一名普通妇人 在露天煮茶倾听 文士正在摇头叹息 可怜的苍州第一美女孟秋云 竟为了一个穷酸书生 李志乾是放弃了所有 你们说此事起不起 想那李志乾 从这湖中救出孟秋云后 两人同他而眠十几天 他竟看不出孟秋云是女而身 依我看未必 他只是灵机一动 假装没看住 以此来达到占便宜的目的罢了 否则 他为何会六年无阴信 为何会六年不去苍州孟家寻找一下呢 众人听得若有所思 文士之言似有道理 然而世间也有至纯之人 认不出女扮男装也是有的 只是这李志乾一去六年 忠语不忠 总要有阴信 这六年无踪 怕真如这文士所说 是个使乱中气之人 可怜的孟秋云 为了一个李志乾 放弃了自己的所有 更是从家中出走 从此不再回家 她以前可是孟家的大小姐 这些年去了哪里 受了什么样的苦 从苍州到江南 每天都有人在讲这件事 世人都想知道 孟秋云如今在何处 也许她早就死了吧 可惜了如此美女 可恨那李志乾 大家听得唏嘘不已 楼外亭中 主茶的妇人含笑而听 脸上似有追忆 小娘子 我又来饮茶了 伴随着一声阴阳怪气的喊叫 妇人脸上的表情变得冷峻 不用转头 她便知道是谁 转头看 入眼一个嬉皮笑脸的壮汉 此人长得极壮 且丑 便穿着文士服 手中拿把折扇 摇动间 自认为潇洒不羁 实则庸俗不堪用 让人讨厌 见妇人面露厌恶 此人脸上笑意不减 怎么 我的生意做不得 妇人不搭话 只是耐心添了茶 汉子趁机想去拉她的手 却被她躲过 小娘仔两手纤细 在此处卖茶几年 虽整着脸上沾满灰尘 使人无法窥见本来面目 可是却逃不过本公子的眼睛 小娘子沾满灰下的容貌 应该倾国倾城吧 妇人并不言语 汉子终于失去耐心 恶狠狠说道 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住在什么地方吗 惹极了我 你能躲得过 妇人闻言 勃然大怒 继而一想 几年时间 似这般的登徒子 也见过数人 自己在此等人 也只能忍气吞声 便在此时 她隐约听到一阵歌声 这歌声 怎么如此熟悉 这声音为何如此让人心悸 她不敢回头 煮茶的双手 却突然开始颤抖 一如当年在西湖湖畔 颤抖继而蔓延到全身 久久不能停歇 歌声在亭外停住 往壶楼内的人 都探头向外看 就连茶亭外 也围了不少人 好奇看着唱歌之人 也好奇看着这个 满脸沾着烟灰的妇人 她缓缓转头看向亭外 一个身着壮业服之人 眼中含泪望得而笑 楼中有人探头 亭外又从窥探 她边上还跟着一只骄傲的河 虽然脸上沾满了灰 已经很难看出原本的面貌 可是河在短暂发愣后 便欢快地跑向妇人 围着她跑来跑去 每跑一圈便低头 轻易摩擦她的手 似有无穷的欢乐 那名拿着扇子 妄图讨便宜的汉子 没敢再延伸 而是悄悄离去 妇人看到了她离开 但没有纠缠 一个无耻之人罢了 何必去纠结呢 她两手在围裙上紧张擦拭 又看着身着壮业服的她摇头 你登科 天下显明 我只是个普通的茶妇 以前的事便罢了 她似乎没有听到 过去拉着她的手轻声说 六年 我来了 六年之间 之前无一刻不再思念秋云 请问秋云 你愿意余生让之前帮你牵贺吗 妇人无奈看着她倔强的脸 她的眼神一如六年前那么清亮 她好看的眼睛里突然有了泪水 来便来了 待这么多人 要羞死我们 李之前咧嘴而笑 拉住她的手 走向装着清水的木桶 轻轻捧起水帮她清洗 露出了她那绝世的容颜 看待了众人 看经了整个西湖 身着壮业服的李之前 向众人高喊 她叫孟秋云 苍州人六年前在此处落水 被我所救 这是我的幸运 然而之前愚钝 竟没看出她是女而身 待到明白 已经身陷其中 以前 我在她身边是普通的李之前 现在虽然得中 但仍是她身边那个普通的李之前 今生今世 愿为她牵贺半歌 永不掩回 众人震惊 富有羡慕 她将她扶上马而行 缓缓离开西湖 孟秋云在马上泪流满面 李之前则在前面牵马高歌 马蹄阵阵 清风徐徐 旁边跟着一只欢快的鹤 孟秋云一笑 便有两个酒窝 一个清国 一个清城 诸位 孟秋云是个意志坚定之人 李之前同样也是 二人在无意中结识 缘起一场大火 如果没有这场大火 孟秋云便不会落水 也就没有李之前的相救 后面的一切都不会有 然而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活起 落水的孟秋云 被李之前所救 心高气傲的孟秋云挤一眼 便对李之前动了心 世间之事 唯友情最奇妙 而这一朝得见 便是永远 孟秋云承受了无尽的压力 可是她初心不改 竟因此离架 并没有去祈求 而是从一个千金大小姐 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卖茶妇人 那么漂亮的一个人 那么爱美的一个人 竟从此在脸上抹灰 潜心等待 这样的落差 一般人难以承受 可是她瘦了下来 也为她坚信 李之前定会登科 而登科后的她 也一定会来寻找自己 事实证明 她没有看错人 李之前用了六年时间 方才得中 并且如约寻找到了孟秋云 从此成就因缘 世间美好之事 莫过于此 然而孟秋云之冲动 却也有不可取之处 万一所托非人 便会让她成为 世间忧怨哀怜中的一人 另外 父母养育多年 未情固然可贵 但也要想想 父母失去爱女时 又会多么伤心难过 于是三思而后行 切莫只凭一世冲动 虽然故事中的孟秋云 等到李之前后 定会回转家中 而相信家里的父母 也不会再反对 她嫁给李之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